第七百五十五章 认识一下 这是怎么回事 楼阁之上那俊朗男子 面色凝重的望着远出那片刺激的区域 片刻后方才声音惊异的道 先前那电弓火时 显然就连他都是未能察觉到究竟发生了什么 他施展了某种极为特殊的手段 凝固了雷迁一瞬 在那一瞬间 他避开了雷迁的攻击 并且闪了他一掌 顺便将簪子取走了 林青竹轻谋钉的远处拿到年轻身影 轻声道 男子面色微变 他有点无法相信 林栋竟是能够在这短短一瞬间完成这么多事 这速度与眼力真是相当的热人震惊啊 这个道宗的弟子真是不简单 男子面色凝重的喃喃道 他知道 如果将他换成雷迁的话 恐怕现在还会更加的狼狈 林青竹修长睫毛轻轻眨了一下 微垂的眼帘遮掩住了毛子中 涌动得一丝复杂 先前那电弓火时间发生的事情 足以震撼很多人 特别是类似他这种了解当年临动底细的人 那种震撼无疑是更为的浓郁 谁能够想象到 那个只不过是一个低级王朝宗族分家的少年 竟是能够走到今天这一步 或许眼前临动的实力并不足以让林青竹感到惊骇 但他的那种成长却是令得他心头有着百般情绪涌上来 当年那个炙弱少年所说的 总归是做到了 林青竹被指轻咬了嘴唇 片刻后 饶是以他那种清冷的性格 都是忍不住的轻叹了一声 昔然是此时那如潮水般的心情 一是因为那道在座出现在眼前的熟悉身影所被打乱 这种事在他身上出现的次数 可真是堪称罕见 特别这还是因为同一个男子 哼 付钱吧 当林洞那淡笑声在死寂的区域中扩散而开始 所有人的面色都是变得精彩起来 然后一道道目光便是不由自主地投向了雷迁 此时后者的面庞同样是在那阴晴不定地变换着 那眼神的阴沉浓郁地划不开 堂堂圆门三小王之一的小雷王竟是在这里被狠狠地戏耍了一通 先前那电光火时间就连雷迁自己都是只能感觉到身体在某个刹那粘过了一瞬 再接着便是胸膛狠狠地挨了一掌 而从头到尾他根本连林洞的一脚都未曾碰触到过 这对于雷迁而言无疑是一种彻赤笛笛的羞辱 你得找死 雷迁阴晴不定的脸庞最终还是凝固在了那阴森上面 他双目冒着暴怒地盯着林洞声音低沉地道 悬门的人素质果然不行 连最基本的承诺都无法做到 林洞淡淡一笑道 这话说出来 那寻宝区周围不少围观者也是点点头 作为旁观者 他们显然是将先前世代的发展看得清清楚楚 这动手条件是由雷迁主动说出来的 如果在失礼后又是不承认的话 这心态到底确是有些下作了点 特别他还是作为东旋域之上最强大的宗派的弟子 虽说碍于圆门的神威并没有太多的人敢出言嘲讽 但那一道道冷笑的目光 确实让得雷迁以及那些圆门弟子的面色不自然起来 好 这次我认灾 小子 你就祈祷在宗派大赛开始之后 不要过早地撞进我圆门吧 雷迁深吸了一口气 压抑着暴怒的情绪 最后森然道 林栋微微一笑 那模样看得雷迁心头暴怒的 头发都是有炸开的冲动 多少年盼单 雷迁强行扭过头 不去看林栋那会把人气疯的笑容 面色阴沉的看向一块青石之上 那里的光照内盘坐着一名灰衣中年人 他正是售卖毡粘子林宝的主人 而先前的他也是要有兴致的 将林栋与雷迁的交手看完了去 不贵 六百万年盘单 灰衣中年人面对着雷迁那阴沉的面色 确实没有丝毫聚色 反而笑眯眯的道 放屁 刚才你跟他谈假的时候才三百万年盘单 文言那江涛顿时一怒 喝倒 灰衣中年人懒洋洋的看了他一眼 确实没有理会 能够在这一模成混的人手中都是有点能耐 圆满的威望虽然强 但对于他们而言也没有太大的威慑力 雷迁阴沉的盯着那灰衣中年人 最终还是没有爆发出来 手掌一抖 一到雷光便是蕴含着一股可怕的劲道 狠狠的对着后者抱射而去 面对着雷迁此举 那灰衣中年人倒是一笑 手掌之上磅礴缘力涌动出来 生生的将那雷光应接了下来 雷光散去 化为一个银死的乾坤袋 嗯 多谢了 扫了扫手中的乾坤袋 中年人淡淡一笑 道 雷迁眼神微凝地看了看中年人一眼 玄机不再多说丝毫废话 转身阴冷地盯了林洞一眼 希望这次你们道宗 不会再跟上次那般无用 否则的话 走 雷迁阴冷之声一落 玄机手喘一挥 便是带着那些圆门弟子 满脸阴沉地挤开人群 迅速远去 只是那种背影 看上去有种灰溜溜的味道 林洞师兄威武 随着圆门弟子灰溜溜地离开 道宗弟子之中 顿时爆发出 阵阵欢呼声 不少人面色激动 道宗与圆门大大小小的冲突 也不知道起了多少 但却是极少能够占据上风 这次林洞立错雷迁 让得他们大呼爽快 林洞笑了笑 然后转头 将手中的碧绿簪子 丢给硬欢欢 道 给 当送给你的礼物 硬欢欢小心翼翼地 接过簪子 脸颊微红 而后抬起头 冲着林洞天天一笑 那乖巧的模样 就是没了以往的 那种小蛮横 好厉害的手段 你倒是藏得挺深呢 王妍走近过来 声音之中 有些惊异 以及罕见的兴奋 林洞笑着摇摇头 刚欲说话 心头突然移动 然后视线微抬 仿佛是某种直觉一般 看下了远处的 那座楼阁的顶部 接着 那身着白衣白裙的 清冷孤傲身影 便是出现在了 他的视线之中 当即他的脸庞上的笑容 也是缓缓的凝下 两道目光隔着一些距离 最后在半空碰触交织 那一刹 两人的身体 都是明显的僵了一下 一种复杂难言的情绪 涌荡上心头 林洞的举动 也是被硬笑笑等人所觉察 然后视线顺着望去 当他们再见到 那一道清冷身影时 面色都是微微变了一下 是九天太轻功的灵清除啊 这季的宗派大赛 果然是他领队 王言轻声道 在望着那道倩影时 即便是以他那种 有些麻木的心情 都是波动了一下 这女人 真是有点妖孽的 不知道让他东旋 与多少超级宗派的天才 为他神魂颠倒 不过至今为止 倒也是没见过 他倾心于谁 王言砸了砸嘴 旋即突然感觉到 周遭气氛有些不对 接着 似乎是有一片片 华人之声扩散开来 然后他抬头 便是见到 楼阁之上 那道白衣如雪般的倩影 竟是突然掠下 然后 在那一道道目光的汇聚下 自临动的前方 缓缓地飘落下来 道宗弟子的惊呼声 也是在此刻 嘎人而止 一脸愕然地望着 这位东玄玉年轻一辈之中 名气颇为响亮的女子 在那一道道目光中 他最终站在了林栋的面前 并没有说话 只是那清冷双眸 静静地将林栋给盯着 这一幕令得气氛再度古怪 而在那古怪的气氛中 林栋突然深吸了一口气 笑了一下 然后冲着林青竹伸出一只手掌 一种略显复杂的笑声 也是在此刻传开 认识一下 大阳王朝 林栋 中文